好 除了客運票價之外 電價也傳出了漲聲 國際燃料成本高 台電希望4月電價可以調漲 但是漲多少呢 即將在3月的電價審議委員會上 來進行討論 根據了解 由於政府撥補500億元給台電 再加上了國際能源價格稍微的下降 因此平均電價漲幅 將會被壓在一成以下 但是工商業用電大戶 還有高用量民生用戶的調整幅度 有可能因此加大 國際燃料價還在高點 各國電價跟著飆漲 那台電巨額虧損怎麼補 經濟部預估4月電價得漲3成 不過據了解 由於政府撥補500億給台電 加上國際能源價稍稍下降 電價平均漲幅希望能壓在一成內 但工商業用電大戶就得漲多一點 還有高用量民生用戶 也考量納入調整範圍 我們希望調整的方式 應該兼顧合理以及公平的原則 去年工業用電大漲 已經對於我們企業經營造成的影響 我們建議 電價調漲的幅度 應多征詢工商界的意見 而且應該通盤考慮我們的能源政策 工商業去年電價漲幅達15% 大喊吃不消 這回呼籲要公平 而高用量民生用戶 若真調漲電價 標準是每月用電千度 還是下修還不明朗 只是就怕只多漲工商業電價 物價同樣要全民承擔 當然會啊 就是畢竟降營運成本就會上升 需要評估一下 是不是有必要再做調整 反應在民生的生活上面 你不這樣的話 他每一年這個問題都會一直討論 這沒有辦法啊 資本主義就這樣啊 全世界可能都這樣子 所以我們很難幸免於外啊 電價虧損和穩定民生物價間 如何衡量考驗政府智慧 這是黃正波的報導